而這個狀況也讓很多人覺得難以接受 我們的國安發生什麼問題呢 上個禮拜呢 這名大陸籍的男子 他開著快艇從福建長驅直入 來到了淡水河 而我們獨家取得了一段畫面呢 是他當時繞行半水河超過了半個小時 甚至還在遊客很多的老街逗留了一陣子 淡水渡船頭邊一艘白色快艇 先是開向靠近遊客狙擊的岸邊 繞了一整圈前進又後退 TVBS獨家畫面曝光 9號10點23分 大陸籍軟性男子就已經開著船 在淡水河徘徊 一旁民眾似乎察覺有意 但也沒過多反應 直到和觀光交通船擦撞 警方隨後到場了解情況 從畫面中時間來看 陸船在淡水渡船口邊 長達約半小時 當時陣風洞廉價 遊客人來人往 甚至比現在更多人在等候上下船 但這艘疑似來自大陸的快艇 就這樣在淡水河岸邊 遊蕩超過半小時 疑似在途中撞到交通船 才停下業者馬上報案 也立刻引發民眾圍觀 因為他進來都完全 我們沒有人去阻止他 只是他剛好去碰到他的船 他沒有辦法他一定要報警 往輿論碼頭的那個船 他去撞到他的船 然後他就去叫警察 因為發生碰撞 加上警方到場 附近店家和民眾才知道情況 也因為沒人阻擋 這名開船的軟性男子 簡直把淡水河當自己家 因為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河口 然後他們居然是從這個位置上來 覺得是很誇張 長驅植入淡水河 要不是發生碰撞 很可能一路順暢 進到台北市區 畫面曝光 還原督船頭岸邊 診斷離譜景象 地獄新聞系合路 楊佩宇 李宗澤新北倡報道 這名男子順利的抵達淡水 中間海巡人員都沒有人阻擋 而傳出他的身份之所以會曝光 是因為他撞上了我國籍的漁船之後 對方發現他的口音聽起來 其實不像是台灣人 才打電話報警 我坐在那裡 就看到那個海警署的 然後把它壓上船 警方先到 然後再通報海警署過來 當下目擊民眾本以為 只是水上交通事故 確成嚴重暗詢漏洞 就是那個船停的地方 馬頭附近業者 還原當時連假遊客多 警察會先到 也是因為派出所在附近 而立委透露 要不是被擦撞業者這通電話 大陸船長可能上岸了 海巡都還不知道 業者先打電話給警察單位 警察單位說 這個是屬於海巡相關業務 所以說業者再打給海巡單位 也因此這樣的一個狀況 確實跟海巡講說全程掌握 或是說他靠岸之後 馬上逮捕真是明顯出路 配合監視器畫面還原時間序 9號當天10點23 大陸白色小船搖搖晃晃彎彎 就在周日熱鬧淡水碼頭旁 因為失去動力擦撞我國漁船 業者才打電話報警 10點46分警車出現畫面中 三名遠景下車 據目擊民眾表示 大約10分鐘後海巡才到場 我們10點20分巴黎守望哨 他就發現這艘船不是國籍漁船 你們有沒有通報業者 業者是被撞到之後 他的船的船尾被撞到 被擦撞 然後他把那個人留下來 聽他的口音不是我們粉國籍的人 這是有賴業者 用國家意識 用社會責任 來把那個人留在那邊 堅稱10點20巴黎守望哨就發現 重點是沒網上報 形同整個海巡署不知到 海委會主委管閉林 發現前救援影片 說這次的錯 海巡被打趴是應得 而10名海巡人員被寄過 主委臉書發文 呼呼秀秀向前走 TV新聞林玉成 謝宏睿 川海域李宗哲 新北唱不到 持續來關心是烏俄戰爭 現在呢 烏克蘭打了一劑強心針 他們跟美國還有歐洲國家的援助關係 取得了一個重大的進展 這是在意大利舉行的G7峰會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呢 他也有去參加 他跟美國呢 是達成了一個10年期的安全合約 內容包括什麼呢 雙方說好了 如果俄羅斯做武裝攻擊的話 那兩國必須要在24小時之內 來召開一個最高層級的協商 另外就是一些合作訓練 雙方要再繼續的加強跟深化 還有就是烏克蘭的這個軍工武器產業 美國也會來繼續的幫忙 那另外呢 在G7的這一些七國的領袖之間 他們也談到了烏俄戰爭的問題 而之前他們其實有凍結一些俄羅斯的資產 那這些資產也產生利息 所以現在呢他們達成一個協議是 決定要用這些利息呢 來資助烏克蘭 金額呢預計大概是有500億美元 其實蠻多的 而看起來好像烏克蘭順風順水 要的都要到了 不過就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烏克蘭全境又再度響起了空襲警報 原來就是俄羅斯呢 趁這個時機點再度發動攻擊 出動包括像是飛彈跟無人機 一開始呢是在這個蘇梅地區 後來呢又往了切爾尼格夫 這個地方來啟動 之後呢是一路向西邊來移動 那當然其實 俄羅斯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攻勢 那跟他走的比較近的北韓呢 也要幫他來說說話了 所以北韓就提到呢 6月15號 明天烏克蘭的和平峰會要在瑞士登場 不過很明顯 大家想排擠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呢沒有被受邀參加 但其他國家有90多國都會齊聚一堂 態度表示的很明顯 所以北韓領導人金正呢 他就跳出來幫俄羅斯好朋友講話了 他說呢 你們很明顯沒有要把這個關鍵的一方 俄羅斯邀請到這個會談 所以你們說要討論烏克蘭問題 根本就本末導致嗎 關鍵人沒有來要怎麼樣討論呢 他還說呢 這個是以和平為藉口的陰謀聚會 這些西方國家呢 可能都是居心叵測的 認為呢 表面上看起來大家要講和平 希望能夠帶給人民好日子 不過實際上 真正在測想的還是想要 煽動戰爭 G7領袖高峰會第一天落幕 拜登與澤倫斯基隔一周再見面 這回大談中國大陸 G7我們談論了我們的關鍵 中國像中國 資源供給俄羅斯 他們需要戰爭機器 我曾經跟中國的主持人 在電話上 他說他不會向俄羅斯 沒有告訴俄羅斯 責倫斯基沒有明說 這通電話是什麼時候進行的 不過大陸不援助俄羅斯 美國還是會支持烏克蘭 美烏簽下10年安全協議 內容包括未來俄羅斯 發動任何武裝攻擊 美烏將在24小時內 進行最高層級會議 雙方也將合作訓練烏軍 促進烏克蘭國內武器產業等 這份協議甚至被認為是烏克蘭 加入北約的敲門磚 不僅如此G7領袖也同意 利用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 資深利息 來提供烏克蘭新一筆 500億美元 約新台幣1.6兆的貸款 烏克蘭能源供應堪憂 G7貸款可以說是即時預 另外日本也與烏克蘭在場邊會議 簽署一份10年安全協議 包含提供約台幣1457億元 支援防禦人道援助技術與金融合作 也讓日本成了第一個與烏克蘭簽署 這類協議的太平洋地區國家 TVS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G7峰會上呢 其實除了關注俄物戰爭之外 另一個問題呢就是大陸了 大陸在崛起有一些政策看在歐盟眼裡 是蠻需要擔心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們對工業呢 不斷的補助規模實在太大了 會不會導致產能過剩呢 那第二個就是大陸好像在支持俄羅斯 雖然剛剛新聞裡面看到他們說呢 不會賣武器 不過還是令人擔心 會不會兌現這個承諾呢 所以美國的財政部長葉倫 他就特別提到 他認為大陸現在的做法呢 很明顯就是不斷的在灑補助 但是呢這個做法其實全世界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真的產能過剩的話 那這個經濟問題要誰來解決呢 不過G7國家內部對於要怎麼樣處理大陸這個做法 其實還沒有很明確的結論 仍然呢是有一些分歧存在的 但是其實這一屆的G7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呢 七位首長當中有六位都面臨了執政的危機 包括我們像是美國總統拜登年底要選舉 但是他的兒子航特的勇槍官司最近呢是被判有罪的 另外法國總統馬克宏因為右翼的勢力崛起 最近呢說要解散國會重新大選 那英國首相蘇納克不用說了 最近也是在積極準備國會的改選 而且呢這個保守黨 而且他的保守黨其實民調是落後於工黨的 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的民調最近也是數字其實不太好看 所以只有這位東道主呢意大利的這個總理梅洛 你看起來比較春風得意 站在C位感覺一枝獨秀 其他六個人呢都被這個外國的媒體呢笑稱 好像都可能變成跛腳鴨了 所以這一趟這個G7意大利之行 有沒有可能是他們的畢業旅行呢 大家最後一次聚首 因為接下來呢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話 可能這六個人通通都不會出席 領袖的位子都要換人做了 不過這七個人當中我們要焦點來聚焦在兩個人身上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梅洛尼 另一個人是英國的首相蘇納克 因為兩個人在這個峰會當中呢互動非常的熱絡 我們來看這兩張照片 第一個是呢迎接對方手拉著手 看起來好像是很久不見的老朋友 還有兩個人呢常常這樣子有說有笑的 甚至呢另一張照片是 他們兩個人互相在給對方看彼此的手機 好像裡面有什麼秘密一樣 所以呢這個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就調侃說 這兩個人是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關係嗎 怎麼好像跟其他領袖之間的互動顯示的特別不一樣呢 這也成為這個G7場邊的一個話題跟焦點了 不過畢竟這是正式的會議 我們剛剛講要討論的是中國議題 那講到台灣跟大陸的關係呢 其實最近大陸方面不斷的對於我們的空防給予了壓力 那國軍要怎麼樣來做因應呢 現在呢其實空軍他們就打算呢要來延伸這個戰機的滯空能力 縮短反應時間 有在評估要不要來花錢採貢空舟加油機呢 不過其實國防部也在考慮不一定要用買的 也可以採取租賃的方案 要及早因應最好就是長時間置空待命 國防部送交立院報告就載明為有效縮短空軍反應時間 神聖民估空中加油機籌獲及租賃最佳方案 且從去年就透過駐美軍事代表團和法國軍協組 邀請來台執行空中加油機研討 爭取公售意願 只是目前還沒有具體可行方案 不管是購買或是租用空中加油機對我軍都會遙不可及 只是共軍對台野心早已突破台海中線以西 5月31當荷蘭巡防艦特洛浦號由南往北行經台海 要往日本進行聯合演習 解放軍嫌號533的054A型飛彈護衛艦 跟著中線移動並行監控 靠台灣這一邊意思就是要隔離 台灣跟這些外國船艦之間 傳遞出就是在台灣海峽屬於它的內海 在中線移動海域善替我海軍行監控之舉 難保下一步不會進一步挑戰我24里海岸臨街區 TV微信劉俊惠台北報導 中東戰火現在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黎巴嫩的真主黨又再度槓上了以色列了 這個故事我們要先回溯到是6月11號 當時以色列的軍方去空襲了真主黨 擊殺了一名高階指揮官 真主黨為了要報復 這一次也是出動了火箭跟無人機 襲擊了以色列的三個軍事基地 還有六個兵營跟軍事場所 這當中其實也包含比較敏感的情報單位的總部 以色列軍方的回應呢 其實不大承認這次攻擊的殺傷力 他們只有說呢 確實呢這個對照他們是 總共是涉及了大概40多枚的物體 不過大部分都被攔截到了 只有兩位軍人受傷 也說了對方這麼挑釁 我們絕對會採取比較強硬的方式來做回擊 不過在以巴衝突這一方面 現在呢最重要的就是人質的問題了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統計 是在去年呢 以哈衝突剛發生的時候 哈馬斯盧走250個人 而時至今日呢超過了半年 大概是有120個人還是被俘虜的狀態 那有43個人死亡 但是這個數字如果我們去跟哈馬斯的官方來求證的話 美國的CNN就問了哈馬斯辦公室的發言人 問他說有多少人質還活著呢 但對方也是 他是這個打馬呼掩 只說沒有任何人知道沒有給出明確的數字 那CNN又再問了 現在如果以色列說希望做停火談判的話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呢 哈馬斯就說 必須呢以色列要先釋出善意來解除圍困 畢竟現在他們感覺到以色列的態度 其實呢還是蠻有敵意的 所以除非對方呢先解除武裝 他們才會來考慮要不要針對人質問題 跟以色列坐下來談 也才有機會達成一個共識跟協定 不過現在呢在這個美國社會 有很多挺以色列跟挺巴勒斯坦 兩個派別的對立 那在大學校園裡面的挺巴士威 因為現在好像又捲土重來了 之前我們知道比較多在這個東岸的學校 哥倫比亞大學等等 那這一次呢 這個洛杉磯州大學呢 一樣也發生這樣的情況 甚至呢有一棟學務大樓 也被學生給佔領 所以校方只好緊急宣布 學校都改成遠距上課 加州鎮報警察持警棍強勢驅離 距離美國上次的挺巴學運 不過短短一個月 相關的抗議行動捲土重來 週一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在哀悼8人的活動後 與警方推擠拉扯 緊接著週三 輪到洛杉磯州大學務大樓備戰 學生使用高爾夫球車 揚傘桌椅等將出入口封死 就連校長伊恩斯和教職員 都一度傳出受困辦公室好幾小時 洛杉磯州大的佔領情況持續到深夜 大樓玻璃窗被塗滿各式的挺巴字眼 校方最後只好再次宣布 該院具教學 不過校長至今沒有發表任何的聲明 只把事件定調為 未經授權的破壞系抗議 美國校園也傳出越來越多的反猶太事件 美國眾院為此緊急召開校園危機會議 日前更發生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 猶太藝館長住家遭潑紅期抗議 相關的種族仇恨正在美國社會悄悄散播 給新聞做核打 在天氣方面要告訴大家 其實從今年度開始 聖陰現象似乎已經結束了 不過我們需要擔心的是 反聖陰現象接著又要出現了 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美國的國家海洋紀大氣總署 他們做的一個統計就發現 過去一個月以來 東太平洋海面的溫度 已經接近或是低於平均值了 所以推估呢 這個反聖陰現象的機率呢 很可能會發生 像7到9月的機率是65% 那11月到明年1月 甚至呢會超過85% 那我們從這整個這個海洋上面 洋流的狀況來看就會更明顯了 像是呢 這個反聖陰現象帶來的氣旋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 在太平洋的數量就減少了 而反之在大西洋呢 就有明顯的增加 所以預估今年呢 在大西洋上的颶風數量 可能會有8到13個之多 那當中有4到11個 可能是屬於這個級別比較重大的 甚至有高達8成5的機會 今年的颶風 颶風紀的活動跟往年相比呢 會變得更加頻繁一些 而當然帶來一些災害 也會影響到呢 我們人類的生活 先來看呢 像是這個煉油或是能源的儲藏 跟這個開發 就會很直接的首當其衝了 所以美國的墨西哥州 墨西哥灣 德州跟路易斯安納州 就有這些油氣生產中斷的風險 那另外就是對農作物 對農夫的這個生計的影響了 包括像是美國的中西部 中國大陸 阿根廷跟巴西 這些生產大量農作物的地方 可能天氣呢 受到反聲音現象的影響 變得比較乾燥 所以呢 農作物的這個數量 恐怕呢 也會有一些變化 這些都是我們要特別 帶您來關心跟留意的 不過我們另外還要來看呢 其實這個天氣最近在中國大陸的華北地區呢 非常非常的炎熱 氣溫甚至有高達40多度 而在山東呢 就出現了這個畫面 是這一道料理呢 大家很熟悉 番茄炒蛋 不過您知道嗎 他不是用這個大火塊炒煮成的 是一名婦女呢 她覺得天氣這麼熱 太陽這麼大 所以乾脆直接用太陽光來集熱 直接呢 下廚料理 山東大媽在大太陽下直接炒蛋 煮起飯菜 食用的是太陽燥 就是直接利用太陽輻射 透過聚光效應獲取熱量來加熱食物 完全不使用任何燃料 過去通常只出現在沙漠地區 大媽笑說環保衛生又省錢 不靠瓦斯大火就能熬綠豆湯 相當罕見 可見中國大陸現在華北高溫有多熱 這隻蝦是熱死的吧 河南一名女子發現原本養在陽台邊的蝦子 沒有被烹煮 卻全身自然變得紅通通 養蝦竟變成了主蝦 這個蝦天天就在太陽下面曬著水會比較淺 是不是水溫有點高給它曬死了 華北高溫畢竟40度 有大學生領機一動 在電風扇上安裝多個空的礦泉水瓶 變成自製空調 號稱用到能量守恆與熱力學的原理 大學生想辦法降溫 因為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有冷氣 像是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宿舍竟沒有空調 他們得排隊搬冰塊回宿舍降溫 校長表示正在籌措安裝空調 已經完成招標 得想辦法對抗嚴嚴酷熱 TV新聞綜合報導 如果你現在在收看的話 歡迎您在聊天室 留下您對新聞的即時看法 來跟我們做互動 而如果您是用電視機收看的觀眾朋友的話 也歡迎您在我們的頻道 按下訂閱分享 也在留言區告訴我們您對新聞的想法 不過我們再來看 是現在科技業相關的薪資 這是美國最近公佈一份對執行長跟員工薪資做的調查 那就發現超過六成的美國人覺得 這當中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特別是昨天一個大新聞 是特斯拉的股東會 他們公佈了對執行長馬斯克的薪酬案 這個金額高達了560億美元 大部分的股東竟然全數同意通過 今年的特斯拉股東大會 拋出一項讓大老闆馬斯克振奮的消息 那就是股東投票批准 讓馬斯克能拿到560億美元天價 和台幣約一兆八千億的薪酬方案 當晚馬斯克興奮的在自家社群媒體上宣布 兩項決議案都獲得大筆數通過 並附上多個愛心符號感謝股東們的立體 但法學教授跳出來提醒 薪資投票只是建議性質 導致這份天價薪酬案目前還無法確立 可能會在法庭上遭法官質疑 面臨長達數個月的法律訴訟 因此特斯拉董事會要求股東在今年的大會 恢復馬斯克的薪酬方案 並將特斯拉的合法註冊地 從德拉瓦州遷到德州 同時希望馬斯克能夠更專心 經營特斯拉 因為馬斯克身為跨街大亨 手上還握有負責航太的SpaceX 神經技術的Neutralink 專做基礎建設的無聊公司 以及前身是推特的X 只是再怎麼掉也是大多數勞工望成莫及 本特利大學和蓋洛普最近針對執行長 和一般員工的薪資差距做了調查 發現66%的美國人認為企業在這個問題上 處理得很糟糕 另一間因為薪資成為焦點的科技蠟場則是蘋果 兩名女性員工對蘋果提告 控訴男女同工不同酬 不過外界更關注的是蘋果借由AI全面升級後 市值也衝上近3.29兆美元 再次超越微軟 奪回全美市值一哥的寶座 週四的華爾街科技類股漲勢擴大 半導體大廠博通股價大漲12% 包括上售的AI相關營售預測 還宣布一拆石的股票分割計畫 特斯拉通過薪酬案後 股價上漲近3% AI晶片霸主揮答則反彈3.5% 激勵標普500和納斯達克 連續第四個交易日收在記錄新高 市場同步緊盯強勁的美國經濟 週四 美國財長彥倫出席紐約經濟俱樂部活動時 表示樂觀看待前景 葉倫也坦言對抗通膨還要繼續努力 就在葉倫發表談話的前一天 聯準會公布利率會議結果宣布暗兵不動 也使得在美國的購物成本繼續高的令人卻步 因為壓力不只有房貸 最新調查顯示 目前在美國擁有並維護移動房子的成本 一年平均要花1萬8千多美元 和台幣超過57萬元 中中隱藏項目包括水電瓦斯等雜費 物業稅以及占比最大的房屋維護成本 全球經濟龍頭的美國 從官方決策到末端消費都動見觀瞻 TVV的新聞綜合報導 最近很多的跑車品牌都推出了新品 像是德國的品牌是有改款的小型跑車登場 主打是只要18秒就能夠開關敞篷 另一家英國的品牌則是主推油電敞篷車 0到100加速只要短短3秒鐘 德系車廠小改款新跑車登場 要吸引台灣玩家目光 德系車廠推出全新的雙門跑車 您看我旁邊的這台是敞篷版 而且也是首度的引進到了台灣 而它的電動敞篷可以在時速50公里之內 開篷或是關篷 您看就像這樣子完成只要18秒 軟頂式電動敞篷科技 有隔音和隔熱效果 重量減輕40% 外觀横炸是水箱護照 頭燈導入全新四眼造型日行燈 還有雷射尾燈增添動感 目前的配額是10台 然後目前也賣了6台的銷售數字 英國超跑品牌也來真的 首款高性能油電敞篷車 搭載V6雙渦輪增壓引擎 狹帶700匹縱效馬力 0到100加速只要3秒 時速50公里下只要11秒就可開關篷 這些機構還只讓車重多62公斤 知識者敞篷超跑價格不菲超過1500萬 超跑跑車敞篷新款啟發 還有另一間德國大廠 今年三月全新車款也推出敞篷版 或是義大利豪車品牌 駭生新世代敞篷跑車 有望下半年登台 頂規車夯根據5月稀有車款銷售 法拉利全品牌達24輛 藍寶堅尼部分品牌14輛 都有好成績 少則百來萬 多則可能是五六百萬 基本上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對這些買家來講 就是買到一部自己喜歡 我都花這麼多錢 我也不差 可能這個選配的兩三百萬 頂規車款推陳初心 配件花招更多 車主們花錢也越來越不手軟 TVN新聞網站張慧仙 台報道 而豪華民車其實也蠻常出現在 婚禮這樣的場合 不過大陸有業者 他們主打可以出租勞斯萊斯 一天要價台幣2萬塊錢 但實際上是用國產車 漁木混珠 在外觀上做了大改造 已經有15家的業者遭到提報 氣派的車頭 裝飾著鮮花 中國大陸要結婚的新人 不少人會選擇租借豪車 為婚禮增色 因此網路平台出現低價體驗豪車的租賃廣告 老司萊斯萊雲是1960年代生產的頂級豪華車款 更成為老司萊斯的核心車型 租賃公司開出一天租金6000人民幣 約2萬多台幣 略跌於行情的價格 吸引新人 但是上海市執法人員 調閱車輛註冊登記 行車證件 產權證書 並邀請品牌權利人現場辨識車輛 最終確認這些車輛 並不是老司萊斯營雲 而是中國大陸國產車改裝假冒的 上海市官方一共查獲15家不法業者 被罰款超過300萬台幣 同時查閱微博公開資訊 中國大陸國產車變身 勞斯萊斯已經不是第一次 不只在婚車租賃市場 也出現在低價二手市場 TV新聞綜合報導 而網路購物也要小心有詐 這是一個跨國的詐騙集團 他們專門鎖定新加坡的華人來行騙 他們告訴被害人說 如果你要在這個電商平台上購物的話 你必須要下載一種特定的APP 才能夠成功的付款 之後這個軟體裡面藏著木麻病毒 所以導致被害人的手機 只要一輸入一些個人資訊之後 他們網路銀行裡面的資金就會通通被這些詐騙集團給轉走 而得手的不法金額高達了台幣7億元 刑事局警方持搜索票前往住家 抓的人其實是跨國詐騙集團成員 專騙新加坡人 休假中在家被帶 這個集團會冒充品牌業者 網路販賣商品 包括知名的貓山王月餅 電子煙 服飾 寵物美容 共享汽車 居家清潔 甚至假冒線上博弈遊戲 會要求下載城市才能付款 而這當中就有木麻病毒 甚至會要求下載國家反詐中心APP 取新被害人 當然這也是詐騙集團冒充版 同樣有木麻 詐騙集團就能直接控制被害人手機 利用網銀轉走帳戶內的資金 初步統計至少有1899人受騙 全是新加坡華人 不法獲利高達新台幣7億8千萬元 當中台灣抓到四個 馬來西亞抓到兩個都只是加盟商 集團上游疑似還藏在馬來西亞 被害人的手機裡面已經有木麻了 那他們就使用木麻程式 操控被害人的手機 操控的時候 因為被害人的手機整個變黑色的 然後也斷訊 就是什麼簡訊通話 通通會被斷掉 所以被害人都完全不知道錢被轉走 雖然一同迫獲跨國詐騙 但台灣和新加坡並沒有司法互助 台灣抓到的犯人 並不會送回新國受審 但比較三國詐騙法規 台灣詐欺罪除五年以下徒刑 其實大多數都只會判一到兩年 馬來西亞則是多為三年以下 情節嚴重則提升到七年以下 新加坡機房詐騙可判十年 車手五年 相較起來刑度最重 四名嫌犯中帶頭的44歲蔡慶祖賢被逮之後20萬交保 但高雄兩棟透天房產被扣押價值約4000萬 雖然人犯不會送過去新加坡 至少先扣下嫌犯的財產 TVVS宣傳網站錄外 對 已經拿下三場勝利 而明天如果他們上午的比賽再拿下勝利的話 等於就是已經奪下對死的第18座冠軍了 也會打破之前胡人隊的紀錄 成為史上擁有最多冠軍的球隊 一個假動作跳投命中 遮這一球賽爾提克小前鋒傑倫布朗 交襲獨行俠追分氣勢 最終帶領綠山軍106比99 拿下NBA冠軍賽第三場早早停牌 甚至現在3-0 沒有人在祝福或任何事情 我們仍然覺得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冠軍輩還沒到手 當然還不敢懈怠 球隊球星也都謹記過去比賽失利 就怕重到覆撤 我昨年就在你家的桌子下跌 一定會傷害 很可憐 不過支援要回來了 第三站賽隊218公分 左腿受傷的波神波爾辛吉斯 已經開始在練投 有望在第四站回歸 一舉幫助球隊瘋王 一旦奪冠還能超越胡人隊 成為NBA時尚最多冠軍的隊伍 共18冠 不過獨行俠可還沒放棄 只是NBA歷史還沒有球隊 能在冠軍賽0比3落後下逆轉 獨行俠絕對優勢 家鄉主場球迷挺到底 連德州原名叫波士頓披薩的餐廳 還特地改名就叫德拉斯披薩 你會在德拉斯披薩 大家今天在德拉斯披薩 德州球迷熱情又緊張 到底是獨行俠有辦法啟動逆轉士氣呢 還是綠山軍最終一口氣奪冠 冠軍賽第四站 台灣時間15號早上一決勝負 TV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在新聞裡面看到 其實賽爾提克現在有優勢 不過球員說沒有人在慶祝 沒有在鬆懈的 所以亞里哥您覺得獨行俠還有機會嗎 當然有啊 因為不要忘記2016年 那個時候拿下史上 例行賽最多勝的金州勇士隊 那一季他們拿了73勝 但是他們在總冠軍系列戰啊 面對LeBron James跟凱瑞 Irving 所帶領的克林夫蘭騎士隊 那個系列戰 他們在team牌三勝一敗的情況之下 結果硬生生的被騎士隊連贏三場 哇也造成了就是 雖然在例行賽能夠拿到73勝勇士隊 到現在為止那一支勇士隊 那一年2016年勇士隊 還變成球迷間啊 很討厭勇士隊的球迷的一個大笑話 所以說我覺得讀一下 真的還是有機會 只不過今年的NBA總冠軍戰啊 打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讓人有點意外 怎麼說呢 因為賽爾提克雖然是東區第一種子 他們也是今年唯一一個 在例行賽拿下超過60勝的球隊 但是看到讀星俠 從一路這樣打上來 他們是一路是下課上 他們在整個西區的三輪的一個比賽 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 都是以下課上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拿下最後的勝利 一路過程當中打敗了快艇 也打敗了西區的頭號種子雷霆 最後在西區的冠軍戰當中 他們打敗了輝郎 那現在雖然在整個 系列戰當中是 零勝三敗的一個落後 不過就像Dounchie講的 比賽還沒有結束 在對手沒有拿第四勝之前 任何的機會都有可能的 那當然剛才新聞當中也看到了 塞爾提克如果今天能夠拿下冠軍的話 就是他們對比賽第18勝 他們上一次拿下冠軍什麼時候 2008年已經是足足16年前了 那個2008年那個時候是有 Big 3 Kevin Garnett 然後Paul Pierce 以及Ray Allen 那現在在今年隔了16年之後 他們有機會超越胡人隊 因為到今年為止啊 胡人跟塞爾提克他們都是17座冠軍 是並列NBA最多冠的一個球隊 那這兩支球隊又是世仇球隊 身為胡人迷 當然不想要看到塞爾提克隊 那塞爾提克當然希望能夠超越胡人隊 拿下第18座冠軍 那接下來就要轉到最近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胡人隊 當年建立胡人王朝一個非常關鍵角色的 他們的當時的一個總管Jerry West Jerry West其實他的一個NBA的logo 每一個人都看過 對 Logoman 他運球的整個那個的一個身影啊 被製作成NBA的一個標誌 那當然他從球員時期就非常非常厲害 球員時期14個賽季都入選明星賽 而且他曾經在NBA的總冠軍戰1969年 我出生的那一年 拿下總冠軍戰的最有價值的MVP 歷史上從來沒有說總冠軍戰的MVP 是頒給落敗的球隊 唯一一次的例外是1969年 那一年給Jerry West 而他從全員退下來之後 擔任胡人隊的這個總經理總管 也選來了魔術強征 選來了Kobe 建立了所謂的胡人的一個王朝 本來塞爾迪克的冠軍數是遠遠領先其他隊的 但是整個80年代90年代 加上2000年初期 Kobe Bryant跟O'Neill的一個三連霸 現在胡人跟塞爾迪克都是17冠 所以今年比較好玩的一點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 大家可以看看塞爾迪克到底能不能超越胡人 拿下他們第18週的冠軍 另外也就是說 看看Dolchic有沒有機會寫下歷史 因為過去NBA雖然說從來沒有這樣的記錄 不過大家也不要忘記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 2004年的波士頓紅襪隊 他們那個時候面對陽基隊 是在零勝三敗的情況之下 最後一口氣八連勝 拿下當年2004年的世界大賽冠軍 所以我覺得職業運動最可貴的也就是記錄 永遠就是建立起來 等著被人家打破 被打破的 對 好我們再來看是MLB 我們幫大家整理幾位焦點人物 第一位當然是大谷翔平 很多人說最近其實表現 有人用狂這個字來形容 那另一位是未來有機會 跟大谷並肩作戰的台灣小將柯淨協 他現在正式加盟稻齊了 我們要怎麼樣期待他的表現呢 稻齊隊今天早上才看轉播 道一隊在這個系列戰 他們是輸給了德州遊記兵隊 三連戰結果輸了兩場 第一場比賽他們得了15分 打敗遊記兵 可是昨天跟今天比賽 他們得分 昨天得2分 今天得1分 所以遊記兵連續兩次比賽 是小比分差 他在課場擊敗了 有大谷翔平的到齊隊 大谷翔平有人說到了6月 他會不會是6月狂鼓 因為5月份好像不是很好 可是6月份就6月份之後 我過來了 最近的棒子有加溫 在這個對遊記兵的三連戰當中 大谷翔平是前面兩場比賽 都有打出全壘檔 所以可以蠻期待 就是今年專心打擊的大谷翔平 因為他不用二刀流 不用再投球了 專心打擊的大谷翔平 有沒有機會來追上 這個Aaron Judd 楊基隊的法官 因為Aaron Judd 他目前是大聯盟的全壘打王 那大谷翔平 如果6月份能夠維持 他不錯的打擊手感的話 我覺得是有機會 來問頂整個國聯的 這個賽季 力行賽季的MVP 再講到我們台灣小將 柯敬賢 其實在前兩個禮拜 台灣非常多的高中 中畢業球員被美國大聯盟牽走 上個禮拜我們講到運動家隊 奧克蘭運動家隊 花了超過200萬美金的千元金 簽下我們的這個輕棒的一個選手 柯敬賢現在也步上同學的一個腳步 現在也加盟洛杰益道具隊 可是不要忘記 美國職棒的整個體系 是競爭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體系 當然 我們有非常多的旅外球員 你看到最後是回來打中華職棒 我們希望柯敬賢 當然能夠有機會出去 一方不管有沒有機會升上大聯盟 我覺得能夠出國長見識 去學習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上不了大聯盟回來台灣 也可以替我們台灣的職業棒 做出一些貢獻 那另外看到大谷翔平 過去花卷東高 他高中時期的一個教練的兒子 左左目林太郎 哇他的拳雷打超越了當年 大谷翔平在高中時期的拳雷打數 教練的兒子現在到美國 直接是去美國念大學 這比大谷要更早來接觸美國這個新環境 所以我個人也其實也蠻看好 這個左左目林太郎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所謂的一個大學的選秀聯盟 開始打這樣比賽 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大學時 業餘的這樣的一個適應期 我相信他對於融入未來的一個 美國職棒的一個體系 參加美國職棒選秀也好 或者要回到日本打日本職棒也好 我覺得對他來說 也都是跟我們的科技現象 都算是正面的一個幫助 是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日本的體壇 其實日本體壇最近有一個線上 是好像有很多的外籍球員加入 那過去很多人比較喜歡去中國大陸 去打CBA 我們指的是籃球的部分 那現在好像呢 慢慢開始日本也成為一個熱門的選項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在過去幾年我們台灣 不管是當年只有一個籃球聯盟 SBL到現在有三個聯盟 Plus League或者是T1聯盟 那現在過去很多我們台灣頂尖的籃球員 是西度到中國去打CBA 怎麼說呢 中國的市場比較大 給的錢相對比較多 林志杰去那邊打了10年 他賺的錢在台灣30年可能都賺不到 那現在劉真在那邊也是 球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小前鋒 我覺得能夠會去大陸打球 當然我覺得身為球員 沒有人想要離開家鄉嘛 那可是願意去大陸打球 有一方面就像去打NBA一樣 尋求更高天堂 更高水準 對自己的一個挑戰 另外一方面就是薪水方面 當然是有很實質的一個回報 那最近的這個新聞就是 T1聯盟中信特攻 新北這支球隊的阿巴西 他這位是可以說是我們新台灣人 因為他的爸爸媽都是奈吉利亞籍 他們是來台灣之後生下了阿巴西 阿巴西等於是一路 接受我們台灣教育長大 高中年也是泰山 然後大學 世新 然後再一路打到T1 而且T1這兩年表現得非常非常突出 當然也得到了日本跟CBA的注意 CBA不是沒有人跟阿巴西來談 CBA也有人出錢跟阿巴西來談 可是對於阿巴西來講 他最後選擇了日本的B League B聯盟 我們知道日本的B聯盟有點像足球 他們有所謂的一個升降制度 他們B聯盟有B1 B2 B3 B1就有24隊 非常我覺得在日本的這個直籃體系 哇以B聯盟的第一級的球隊來說 就有24支球隊實在是非常非常多 第二級的球隊有14支 第三級還有16支 每年在第一級球隊的最後兩名 要被降到B2 B2的前兩名要可以升到B1 那B2的最後一名要降到B3 那B3的第一名可以升到B2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仿造足球的 這樣的一個升降制度 我覺得日本這樣實施起來蠻好的 我覺得台灣也可以參考 未來是不是可以把SBO 當作是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次級聯盟 讓這個SBO的冠軍隊 有機會深入我們的一個職業聯盟 讓職業聯盟的一個最後一名球隊 我覺得比賽會比較緊張有看到 對這樣也像足球一樣會替整個球技會 讓觀眾會有一些期待 會說會不會有一些 誰要保籍啊 對 那另外講到杜鞭雄泰 杜鞭雄泰在美國打了6個賽季 其實他也在美國NCWA是念美國大學的 可是他透過選秀進入到NBA之後 這6個賽季剛才圖卡上也看到了 他平均每個賽季的出場次數還不到40場 我們知道NBA一個賽季有82場的例行賽 杜鞭雄泰雖然在亞洲已經算是頂尖球員 他也是日本國家隊的代表隊的國手 但是在NBA說實在的舞台真的有限 是 因為畢竟是競爭最激烈這樣的一個舞台 所以他選擇回到他的祖國 他現在的年紀其實也才剛好 大概30 不到30歲 所以這個時候回去黃金的一個時期 回到日本的B-Ling B-Ling現在我剛剛講的發展非常成熟了 而且阿巴西為什麼會去打B-Ling 因為阿巴西是後衛 在整個日本我們知道 富坑永述非常有名的一個後衛 在日本直籃的一個後衛 其實跟大陸的CBA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球風 大家還記得嗎 過去不管林志傑也好 或者林舒豪 在大陸打CBA的時候 其實大陸對於這一些亞洲的外援的球員 其實他們的肢體衝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我們過去看到林舒豪在中國打CBA的時候 常常就是掛彩噴血 這樣子一個狀況 劉真在那邊其實也受傷 林志傑其實 哇雖然在台灣是野獸 可是到大陸打CBA 其實他們那個肢體衝撞強度 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日本直籃的話 可能講究技術層面 他們的風格是跟CBA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阿巴西去日本直籃的B-Ling 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是 我蠻樂觀其成的 而且我真的蠻希望說他去日本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他現在是我們國家隊的一個後衛 回到我們台灣來 能夠替我們台灣未來的中華隊來增加 更多的一個競爭力 可能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貢獻 那我們再來看是巴黎奧運 倒數40多天了 42天 對女雙的部分 謝鼠偉找到新搭檔 那另外是戴茲穎 他有機會只通奧運的8強 但有些條件需要達成 我們繼續提交亞歷格 戴茲穎在最新公布的羽毛球的一個世界排名 他已經超越了西班牙的馬林 現在又回到世界第三名 當然他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小戴來說 他是可以排在巴黎奧運的一個種子 絕對沒有問題了 那可是今年小戴自己也講 其實他5月份之後 他因為膝蓋的一個傷勢 5月底之後他就沒有打比賽了 戴茲穎現在人在高雄 下個禮拜高雄大勢再要打 戴茲穎沒有打 可是戴茲穎為了回饋我們台灣球迷 聽說下禮拜要在高雄辦簽名會 而且限量100個人 大家如果要小戴簽名的話 必須要可能熬夜去排隊 小戴自己也講 他現在就是在閉關練功準備巴黎奧運 他說今年要拚巴黎奧運的金牌 不是不可能 因為畢竟3年前的2021年的東京奧運 他也打進到最後的女戰決賽 可惜最後輸給陳宇飛 對不對 今年他又長了3歲 下個禮拜6月20號 小戴就要過30歲生日了 先祝小戴生日快樂 我們也希望他趕快把身體養好 就是他自己覺得 今年巴黎奧運的奪金的難度可能更高 不過不是沒有可能 就像達爾斯獨行俠一樣 雖然臨勝三敗 可是 任何事情是不可能 那再講到謝淑威 謝淑威選了曹家儀這位20歲的一個小將 那當然我們看謝淑威拿下這麼多大滿冠賽 雙打的冠軍 他之所以能夠拿到冠軍的一個重要理由 他的搭檔都是在底線 屬於一個強有力選手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如果曹家儀能夠發揮他底線的一個穩定性的話 我們這一組女雙在巴黎奧運其實是有機會的 好的 巴黎奧運到時候真的到來的話 讓我們再全力幫選手加油 今天感謝家裡哥 謝謝佳榮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再來看另一種水上運動 叫做這個立獎SUP跟獨木舟 但屏東有業者就抱怨了 有這個旅行業是霸佔漁港 方便讓遊客下水遊玩 清澈的海水讓人忍不住響 沒錯 跳到裡頭游泳 享受一下海水的清涼 真是一大樂事 這裡是小琉球大福西場域 是廢棄的漁港 這個樣子適合游泳嗎 滿適合 不論遊客還是居民都喜歡在這裡游泳 但仔細瞧 他的四周擺放了滿滿的獨木舟及立獎 不論岸上還是水面上都有 到了假日更是熱鬧 就有人在臉書上PO文 說整個灣仔都是獨木舟和SUP 身為小琉球人 要游泳一下都不行 質疑管理單位 可以把獨木舟放上面 然後下面就進空 這樣比較多人可以在裡面游泳 民眾怒刺港灣不該被扶具佔據 何況現場也貼了會議記錄 強調場域的使用 以先符合在地鄉民需求 為優先考量 不提供給水域業者營業不是嗎 管理政強調現場設置的游泳專區以浮板隔開 而獨木舟或SUP 從這裡下水只是安全起見並未違反約定 但對居民及遊客來說 這長條形的游泳專區 對照一旁擺滿浮具的區域 比例也未免少了些 國道4號因為車禍大塞車 滂沱大雨中大貨車行駛 國道激起陣陣水花 駕駛達的右轉燈後向外側變換車道 沒想到下一秒突然失控打滑 撞出護欄 正輛車側翻橫躺路中間 後方打車學長發現有狀況 立刻切到中線車道閃避 中間現場發生在國道3號 苗栗院裡路段 大貨車車頭轉了180度 卡在山溝 後方的貨櫃則是橫擋路中間 駕駛自行爬出車外 因為被捕錯傷送醫治療 沒有生命危險 但外側中線車道無法通行 一度造成車流毀堵 難怪嗎 我動了 動了 動了 要都卡住嗎 卡住 真是豐富的 現在就沒辦法上台了嗎 而在台中國道4號 還有四部連結車大貨車的 連環車禍 將整個國道 從路間到內側全部堵住 警方和工程人員忙著清理現場 還有車頭板金撞毀 掉在地上 由於車道全線封閉 造成後方車流毀堵 將近5公里遠 我要賞前面的貨櫃車 然後他已經打滑到路間了 然後我刷車就 剛好我在中國就打滑了 剛剛下網 然後地上是死的這樣 警方調查車禍發生原因 是最前方一輛大車 不明原因急煞 後面第二輛貨櫃車 跟著煞車後 因為大雨路面濕滑 這輛車轉了180度 撞上外側護欄 後面在瓦斯的貨車 閃避不及撞上 第四輛紅色貨櫃車 也因為煞車失控折甘蔗 橫擋整個國道 最後大貨車 又從內側撞上 變成了大型翻車現場 目前這裡 依舊是完全都定點 不動的狀況 完全 另外車禍在11點發生後 塞車塞了一個半小時 後方直接變成了 國道停車場 直到12點40左右 才清出一線車道開放通行 而在國道3號南投竹山路段 同樣因為疑似大雨 造成汽車連撞 氣象局上午針對苗栗 至南投彰化發布大雨特報 強降雨剛報導 國道連環車禍 也跟著接連發生 TVBS新聞 謝古金 陳其軍 張子民 SNG小組 苗栗台中 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